我们现在开始的这个节目呢是他乡中国人 我是方华 我们这个节目呢是每个星期二的晚上八点到九点 每一期呢都会邀请一位在纽西兰生活的中国人到我们的直播室里来 请他来讲述他在纽西兰生活的故事 那么今天我们直播室的他乡中国人是谁呢 就是来自广东的沈杰培 沈杰培呢也是纽西兰的注册水工 我想呢很多人可能知道注册水工的这个职业了 那我们就有请沈杰培 阿培你好阿培 嗨你好范华 哈喽各位听众晚上好 我叫沈杰培 我的英文名字叫Punton 我吃地狱应该是第二次了 到这里了 但是刚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紧张 有点紧张 其实也不是紧张 我看你还讲得很好 自我介绍也非常不错 这个您是在纽西兰是注册水工了 我想这个职业很多人都想去做的 您来到纽西兰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 您最喜欢纽西兰什么呢 我喜欢新西兰的人 人比较单纯还有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在中国也好在其他地方也好 我觉得找不到 还有呢就我觉得这里的环境非常的优美 对 就你知道这么蓝色的天空 就是海岸也非常漂亮 海湯也非常好 对 气候也非常非常好 我们今天直播是 他像中文是来自中国广东的沈杰培阿培 阿培呢是可能是讲广东话的原因嘛 所以普通话的表达呢 有时候会有点限制 所以呢 讲话慢一点没有关系的 您的当初来到纽西兰的感觉是什么呢 您刚才说了一个具体喜欢纽西兰 那你记不记得你当时这个 下了飞机来到纽西兰那时候的感觉 我那时候的感觉就觉得 新西兰好像 啊 先下一点 就像乡下一点 对啊 就好像人不多 嗯 嗯 这里的那些啊 屋子叫矮的 就只有 就是新的 都是单层 对 都是单层 对就很难找到 比如说在我们 在中国那里的 随便都找到 十八层的那些 建筑物 建筑物 所以我 但是我就喜欢这里 很多树 嗯 还有呢 就 这里的 很多绿草 对 就 很干 很干 很干净 很干净 对 阿培呢 是当年是团聚移民来到纽西兰 来的时候呢 只有二十岁 那么 阿培呢 在纽西兰其实呢 是也做了很多事情了 最后呢 是学了水工 而且得到了注册证 所以这点也是不容易的 那您当初是以家庭团聚来到纽西兰 那么您来的时候呢 二十岁的话 您的英文当时水平怎么样呢 我记得那时候呢 我刚 我应该在大陆就 分了那个 高中 普通高中 然后呢 那时候 过了两年了 应该是 然后就跟父母亲就过了来 那时候我就 说实话 英文其实是一般的了 一般的 那时候就 过了来 我觉得 好像 我自己要需要提高英文了 对 因为在这里生活 总不能够 不会听别人说话 就好像哑了 哑巴一样 所以那时候我就 刚刚来的时候 当然了 我们又要学开车 对 又要去干活了 因为说实话 我们接下来 不算是非常有钱的人 嗯哼 还有呢 就因为那时候都 二十岁了 要去学了 比如说 读那个书了 好像过了那个年纪 对 所以那时候我刚过来 然后朋友说 去找一些take away job 然后就进去 做了take away 就那时候我就找那些 part time的英文课 去读书 就一般情况下说 早上 九点钟到十一点钟 然后呢 就跑回 就边干活 边学英文 对 那时候就比较 气馁了 那时候我刚刚过来的时候 应该是九三年 九三年的话了 那时候 去找一些part time的英文学校 不那么容易 因为那时候 华人不那么大学 相对比较少 所以我读part time的英文 好像读了两年 差不多两年 可能不够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 天天在take away那里干活 好像觉得没什么意思 后来就说 去unit technique 然后读了一些 他那个课程叫做 pre-trade business diploma 那时候我就读了一年 读了一年 然后呢 在第二年 然后去读正式的depot 那时候就读了英语 不是英语 应该是叫做communication 就另外一个叫computing 还有那个电脑的 不是 电脑和商业的一些课程了 看来是 那你是在工作 就边工作 然后是边读书 后来就干脆不工作了 就完全去读书 这样英文也一点点学起来了 回到我们他乡中文的现场 我们今天直播是 他乡中文是来自中国广东的 沈杰培 阿培 那么阿培呢 您其实呢 是在纽西兰呢 是做了 现在已经是注册水工了 我想呢 很多新移民来到纽西兰 很多人都知道 哎呀 这个水工电工都是 都在这边是比较 这个手艺比较好的 而且呢 也比较吃香的 收入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很多朋友也想 进入这一行 那您当初是怎么想到 要做水工的呢 其实 我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 主要就是说 我认识一个朋友 他是在这里已经 比较久的 然后他是开一家工厂 然后有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说 哎 我认识一个朋友 他是Kiwi来的 是做水的 要试试看 或者说给一个机会 你去学吧 然后我后来那时候 我就听了 其实挺好 我觉得因为 其实我们好像 除了做 比如说吃的话 其他的 好像比较少 比较少 都是做餐馆的 对对 吃的就最多了 然后我那时候就说 因为我 不那么喜欢做吃 因为觉得 天天待在里面 你在客户 已经做了一两年了 对对对 我觉得很闷 可能是那个 对我那个性格 喜欢看 到时候跑来跑去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说 那好了 试试看 然后有一天 他那个洋人的Kiwi朋友 就过来来 他到那里 然后就说 试试看 然后他就 后来说 可以 可以教你为徒 可以教我为徒 然后我那时候 心里都都十五十六 说行吗 心里都 心里还七上八下的 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其实您当时对水工 可能没有太多的了解 没有 没有了解 只是有朋友介绍 误打误撞 对对对 那么 其实很多朋友 想进入这一行 我所知道 有一些人想 哎呀 所以能拿个水工的 这个注册证 或者电工注册证 多好 那么你到底就是说 怎么样进入这一行 怎么样才能拿得到 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给我们详细做个介绍 好吗 一般情况下就是说 你找 首先要找到一个 就做公司吧 company吧 然后它里面应该有那个 挂牌的register 或者说crasman plumber 或者说guest fit 然后呢 你就 就是要找到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里面的 一个工作人员 有人是这个 已经是这个注册的水工 这样的人 对 然后呢 你跟老板要签一个合同 agreement agreement就是说 他要承担你 你是一个他公司的学徒 学徒 然后呢 你跟他筛了那个 agreement 叫做应该是 apprentice agreement 筛了 然后呢 他就在从 筛了以后 到你分了 你那个学徒 所以从你进去当学徒 到结束这个时间 大概多长时间 我看好像 一般情况下 就是从三到五年 要三到五年 这么长时间 对 还有呢 刚刚进去的话 那个人工很低的 人工很低 是学徒工的 这个人工 对 学徒工 好像给一般的政府 比如说外面的 那个 最低的工资料 还要低 所以那时候 我刚刚进去的话 我真的觉得非常吃力 因为很少人工的话 假如说 假如说你是一个single 比如说 单身 你当时也就20岁出生 是单身 所以无所谓 对 假如说我们一下 要养家骨口就不行 我看不够不够 这肯定不够 但是呢 要拿到这个水工的注册证 必须要经过这一环 对对对 它里面有一个部门叫做ITO ITO就是它的那个船名 就是industry training organization 然后里面呢 就它会有人 比如说你 塞了那个agreement 然后老板帮你去 这个部门里面去拿了一份发案 然后里面的ITO里面的人 就会给一封信给你说 你是成为了一个学徒 什么什么样的学徒 就是这个 好像这个水工委员会 这个管理下面的 你已经是在他那里注册了 就是一个学徒工 那么然后不停地要跟他 要有一个考试 还要不要考试呢 要要 所以你进去 他会寄一封信给你说 你已经成为了一个学徒 然后他在半年以后 他会寄一封信给你说 你要去哪一间学校里头 去做一个叫做broad course broad course就是说 中文好像我不知道怎样 怎样translate 就好像差不多就是说 你要达到某一个level 他里面在学校里头 比如说在unit 里面有三个level level1 level2 然后还有一个level3 因为有三级 然后你不断地要回去 这个学校里面考试等于是 对 是不是要通过了以后 才能进入下一个环节 比如说你要 首先你要通过叫做a1 a1里面就他会 要你做很多东西 他通常是在三个星期 你是每一天星期一到五 八点钟回去学校 然后五点钟放学 你在学校里头做三个星期 但是最好信号就是说你在这三个星期里头 其实老板也是赔了个人工给你的 然后你在比如说level1的时候 你一定要在他三个星期里面 统统的做完他那些unit 叫做unit 做完然后他再到半年以后 然后再寄一封信给你说你 就用下一个阶段 才到level2 到下一个阶段 就这样一段一段的 一段一段 然后就要三到五年时间 对对对 有时候因为你不能够完成的话 他会再耽误 比如说推迟半年 再给你一个机会 对对 但是在这个学徒期间 就是不能离开这个公司 就是等于你有师傅的这个公司 其实你可以 比如说你在这间公司做 假设你觉得不那么开心 你这样的话 你可以找另外一间公司 但是也要 比如说他新的公司 他要跟你说 我要帮你筛一个agreement 就是说是同一院的 这样的话 你就把你原来的那个shift到另外一个 假设你不要这样做的话 那你就白费了 所以这样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 然后呢 假如说你 分了这所有的units呢 还要通过一个叫做 register考试 就最后一次的考试 对 这个考试通过了 是不是才会给发一个 注册证项的证书给你的 他那个考试 应该是每一年的11月 每一年11月份考试 考试 然后你一定要过了60分 过了的话 然后他说你 你分了 你pass了 pass就是说你可以成为一个叫做register plumber register plumber呢 这样的话你以后就可以成为一个叫做tracement 但是tracement呢 就你可以独立的做 但是你做的活出来了 City Council 还要你安得一个叫做crasman plumber 他是做你的supervisor 这样的 他里面的那些关系比较复杂 所以我在这里很难一下子可以说得清楚 所以就是说想要拿到一个水工的注册证不是那么容易的 真的不容易 还有呢在这头几年里头啊 那时候活真的很辛苦了 应该什么活都要做的了 对什么活都要做还是因为那些师傅他是也是用同一样的方法经过啊 然后到他那个level的话 他就不想做一些比较脏的活了 累的活了 这中国有句话叫做多年媳妇熬成婆 所以他就不会再做那些琐碎的事让学徒工来做 对 但是其实作为学徒来说呢 必须要去做这些事情 他才能知道这一行里面的各种各种事情怎么做是吧 对 你当时是不是就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应该是应该是 有时候我就 比如说因为我们每一天去的那个地方都不同 有时候碰到的活也不同 有时候我早上去晚晚回来了 然后累得很要命 非常累非常辛苦 所以呢工资高一点也是正常的 对应该是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们读这个也是不那么容易 你当时你拿的这个证花了多少年时间 我拿这个证应该拿了五年 你花了五年时间才拿这个证 确实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这个要坚持下来也是非常难的 对对 为什么我拿了用了五年呢 因为我在在我做学徒的那个那一段时间 因为ITO里面呢就本来从一个新的旧的系统 转回一个新的系统 但是在他做了一半的时候发现 有问题 很多问题 然后呢我们那些好像有 在 奥克兰好像有一百多个 就好像我见的 学徒 受了影响 对受了影响 然后那时候他 里面的部门就说 哎 这样不行了 后来呢就 在里面 我们还要等多两年 等多两年 所以那时候我们很生气 很生气 但是又不知道去哪里 对对对 那幸好我还是通过 还坚持了最后的 其实呢本来不需要那么长时间 但是你其实人为的等了那么长时间 对 所以有时候真的 不是你要 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真的 计划斩不上变化 对对对 各位听众这里是华人之声的他乡中国人 我们今天直播是他乡中国人 是来自中国广东的省杰培 省杰培呢是纽西兰的注册水工 那么广告之后呢 继续是省杰培 各位你好 这里是华人之声的他乡中国人 我是方华 今天我们直播是他乡中国人 是来自中国广东的省杰培 省杰培当年是家庭团聚移民来到纽西兰的 现在是纽西兰的注册水工 刚才呢在广告之前呢 阿培给我们介绍了他 其实呢很辛苦很辛苦 才拿到了注册的这个水工的注册证了 你还记不记得你当时第一次当学徒工的时候 有些什么故事没有呢 其实故事就比较多 但是怎样说 现在记得的呢 记得的应该也算还有啊 就我最记得第一次去见我老板 因为他 老板也就是你的师傅 对也是师傅了算是了 他就比如说星期一早上 他说哎你过我那个office 我已经帮你找好了那些agreement 然后他说你早上七点半到公司里头 那时候我还是住在西区 然后office应该是在奥本尼 奥本尼那个工厂区来的 那时候普拉玛太熟了 对比如说那些马路 然后呢当我去了半路的时候 我找不到那个路 然后又待了好像一个钟 所以你第一次见老板就迟到一小时 迟到我觉得很烦 比如说啊这样的话不好嘛 然后我就 但是最后我还是 我还是找到了 中间找到了 这个老板是你的师傅 最后也是收你为徒了 对对他 其实杨阳真的很好 他非常非常好 我现在我已经毕业了 我帮他算是比较长时间的 我帮他好像十年七年 七年时间 对对 那么你这个师傅他的徒弟 有多少华人是他的徒弟 只有我一个 只有你一个 对 其他徒弟了 其他徒弟了 你的其他的 其他师兄 其他师兄呢 都是本地人 都是Kiwi 都是Pakita 算是说白人 您呢在学徒工作 学徒工作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你有没有一件就是在你工作当中的一件事情 让你记得很清楚的 记得比较清楚 就是说我有一次漏水的事 比如说因为水这个非常非常非常的有时候非常就damage很厉害 就是这样说吧 就有一次我跟另外一个tracement 另外一个师傅 对 另外一个师傅 然后呢 他那个师傅是应该是Kiwi来的 是100%Kiwi 我觉得他就觉得干活就比较粗粗的 就有一天去了一个新的地方去做 然后他叫我把那个管子给堵了吧 堵了 然后我发现就那个堵的那个东西好像不那么好 还是滴水 但是那时候呢 就老板有打电话给他说 要他马上去别的活 然后呢 我因为我是跟他的车 然后他他说 我们要走了 但是因为我刚刚去学嘛 很多东西都不懂 还要就要听话 tracement叫你怎么样就这样做 你就要怎么样就这样做 你不能够说 他要说一 你不能够说二 不然的话 因为你是学徒吧 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说 不行啊 还是跌水 他那时候 No worry Don't worry 然后呢 他就跟我说找一个小小的罐子就把那个漏水的地儿放 东西水啊 他已经弄好了了啊 那个finish floor已经弄好了啊 现在给damage了怎么办啊 又要赔啊怎么样 那时候我听了 很紧张很害怕 我就是怕我也不是很怕 我就觉得心里头真的对不起他了 因为因为所有所有的damage都是他要赔的那时候啊 所以从那一件事 我以后呢 我就觉得一定要小心一点了 都是要认证 对对 因为水这个东西有时候真的 他一滴滴滴的到另外一 另外一天的话就滴了很多 是滴水成河了 对对 那你水工本身就是拿漏水 就是要让他不要漏才是水工干的事 当然这是其中一部分了哈 其实像你你这个 就是你这个职业的话呢 是水工的职业的主要是负责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其实水工哦 其实它的那个范围也比较大一点 比如说从你那个roofing roofing就是说那个屋顶 对 roofing然后到你那个叫做水槽吧 应该英文说cutter 水槽 然后到比如说你一间屋子里面的散水 散水就是说你那个water supply 然后是下水 下水就是说你那个wise supply 还有就应该其实这样说 就是哪里有水的地方都是水工要干的事 对 对应该是比较比较那个范围比较多一点 雨水的走的这个路 包括这个上下水 包括洗手池 包括马桶等等等等 都是跟你的工作有关的 就这一所有这些工作的做 都是需要有注册水工才可以完成的 新西兰的那个regulation就是说那个building code里面说 有一些是应该应该说一定要register或者说那个qualification people做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就是说你要那个register plumber了 但是比如说一些比较简单的比如说你换一个tap了一个水龙头 比如说水龙头漏水来能不能自己换呢 应该可以这个可以可以 比如不然的话 新西兰的那个handy面就没活没活做了 所以各位听众这里是华人之声的他乡中国人 我们今天直播室他乡中国人是来自中国广东的沈杰培 沈杰培呢当年是家庭团聚移民来到纽西兰的 现在是纽西兰的注册水工 您喜欢您现在这个工作吗 我应该我说算是很喜欢 很喜欢 你也是千辛万苦才拿得到这个注册对吧 对所以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做这一行认识了很多 比如说每一天跑进去 做建筑的人都不一样 对还有呢就因为在我们这一行里面其实范围要很多 有时候其实我们也算是第一次做 但是水的话你做了久的话 你其实你也不那么怕他什么 主要你弄懂他的那个原理应该没问题 所以这样说的话我在里面 我们其实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很多很多东西 是每天也接触不少的人 那么其实现在我所知道有很多人想学水工啊 电工等等的哈 你觉得如果是现在有听众朋友想学水工的话 你觉得他们应该具备哪些条件才适合学水工呢 适合的话第一他一定要体能比较好一点 要体力好 体力好 比如说因为做我们这一行的 其实就比较粗吧 就要他要拿的东西就很重 常常要拿那个铁锤 黑马的啊 比如说假如说那些 比如说不用干活的小孩子的话 或者说很怕干那个体力活的 我看就这个非常非常的 吃不了这个苦 其实要吃苦的 第一要体力要飞着口 另外一个就要说你英文也要好 不然的话你 比如说去学校里头读那些blog course的话 你根本上你就跟不上 因为很多专业的词 专业里面的那个那个单词啊 还有一些basic的communication呢 所有的你都需要英文嘛 因为在这里你总不能说啊 我我天天跟华人说话用自己的语言 所以另外一个就 你俩要有一个比较好的那个 upskilling 就是说 广东话就说啊 比较上正 广东话怎么讲 要上进 好学 好学的人 就我觉得比较适合 对 那您说的这几方面 首先是体能要好 体能要好 然后英文要好 还要好学 对对 这样的话才可以做得到这一份工作 我觉得这样就比较好一点 不然的话就可能很吃力 很吃力 对对 其实很多时候是一种体力活 对 所以我们在街上经常看到的面包车上面 架了很多水管子的这 大部分都是注册水公开的车 您的车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应该是应该是 你的车也是这样子的 这是一个标志 对 是 您现在在做这个水公这么久了 做学徒五年 然后已经现在也 也自己做这个师傅了 对对 那么您怎么评价这一行或者这个市场呢 其实这一个市场 其实很大 很大 真的很大 比如说现在又来又多的华人 其实常常 这样子找 自己找那个水公 对 还有 又来又多的华人 当然了 我们假如说是同一样华 说同一样语言的人 去跟他沟通的话 就非常非常容易 对 这样的话 假如说是华人有这个 或者说 Crasman的Palma的人就比较 比较 弃线 但是当然了 他那个下华人说 我可以去找那个 那个Kiwi Kiwi当然也是有好 也是有不好 因为Kiwi 很多人都 都有这个 这个经验就是说 他们常常说 我要过来 但是要等三两天 人不见了 还有了 就常常就 比较贵 对 开那个价比较贵 还有他规定的东西就 从那个合同里面 说就这样就这样 不能不能变 所以就我觉得 里面应该 那个市场很大 市场很大 对 那么现在据一所知 在奥克兰这个 华人的注册水工多吗 应该暂时来说 不算很多 大约有多少 大约有多少 我没有 没有统计过 但是做这一行 华人很多 但是很多里面 他说实话 他很多里面 他说实话 他们是 自己没有 没有那个 license 然后他 就憑 他的那个经验 去做 做了 然后去找一些 比如说 他认识了 Kiwi 也好 什么样 也好 就说 你帮我做了 你帮我 塞那个 那个 那些 那些 paper 有很多 很多这样 这样的人 所以听众朋友 有听众朋友 想请水工的话 一定要考清楚 他自己 有没有这个 对 对 因为为什么呢 现在 很多那个 city council里面的 inspector 叫做 他现在开始 专门去抓 那些没有 license 的水工 叫做 所以我建议 很多 比如说 没有 license 的人去做 比较小心一点 其实这样做 也是不符合纽西兰法律的 所以要做这一行 必须要拿到这个 这个注册 应该是 应该是 各位听众 这里是华人之声的 他乡中国人 我是方华 今天我们直播室的 他乡中国人 是来自中国 广东的省杰培 各位你好 欢迎继续回答 我们的他乡中国人 阿培啊 其实呢 我记得 我在采访你的时候 你说你对纽西兰 是既爱又恨 那么你当 当时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我觉得 阿培的话 当然说 我喜欢这里啦 还有这里的环境 真的很好 一流 一流 就还有啦 就因为这里的 人比较 比较单 单纯的 我觉得 你就知道 这里 比如说 我们在街上 看到的人 不需要穿得很好 比如说 追那个 潮流吧 不会去追潮流 对 我觉得 很随意 很随意 我觉得比较舒服一点 另外就 恨的话呢 比如说 因为我常常 跟那些 QV 打架到 应该这样说吧 有时候 总会 他会用一种 比较 好像不那么 trust你的眼光 或者说 有时候 不知道 他是有日 还是没有日 他有时候 他有时候 总会 不高兴的话 就说你 You are Asian 什么什么 什么不好 就你们亚洲人 对对对 然后呢 好像把 所有的那些人 都都 把所有的 社会上的 问题都推到 我们 比如说 亚洲人 对 有时候他们说 你看那些 那些华人 干了活 又便宜 我们 很多的 QV都没有 没有活干 什么什么的 我就好像觉得 很不舒服 所以我觉得 他们这里的 很多 比如说 干我们这一行的人 有时候会 jealous 所以是 好像怎么样说了 就我觉得 不那么 不那么好 我觉得 就是你对 纽西兰的 爱和恨 对 我知道你平常 还要练功夫的 你这个 学了多久 这个功夫了 我跟我学过 应该是有 五六年了 你就学了五六年了 对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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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time 算是一般的 一般的爱好了 其实也不算是 那个很厉害的 能学五六年 应该是都有一定的功夫了 就是你 其实你当时也是 一边学水功 一边学功夫了 等于是这样子了 应该应该是 应该是 那你从这个 学习武术当中 你会得到 学什么东西呢 我 其实 学武术 它可以给我们 学到 比如说 身体提高 比如说 体能的提高 另外就 你到外面去 比如说 见不同的人 有时候 一下 其实很陌生的地方 你觉得比较没有什么害怕 就 总的来说 就有一种叫做 定 定 就你走到哪里 觉得很定 因为我 本身自己也会功夫 不能 不能 不能这样说 就我觉得 就人比较 安定 就 神态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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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有 你就知道 因为我们做 这样的 里面的 有很多 那些 Kiwi 他们 样子 松松 巴巴的 有时候 我好像说话 又好像要想 打架的 所以 假如说 一般没有 没有 没有 就 你就会害怕了 因为 我在 你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吗 有 应该有 但是在这里 我不想 不想 不想 不想说 其实呢 您是在学武术 学了这么久 最主要一点 我觉得是体能提高了 因为您刚才说到 做水工 一定要体力好 体力不好的话 很多事做不了 对 还有比如说 你会常常受伤 常常受伤 的话 你应该要怎么去 帮你受伤的地方 弄好它 这个很重要 对 各位 这里是 华人之声的 他乡中国人 我是方华 今天我们直播时 他乡中国人 是来自中国广东的 沈杰培 沈杰培呢 是纽西兰的 注册水工 今天呢 我们请沈杰培 来给我们介绍了 有关 如何去学习 拿到水工的注册证 等等 这样一系列的事情了 我觉得确实 不是很容易的 像您刚才所说到 您花了五年时间 才拿到这个东西 对 那么在纽西兰 其实生活这么久了 我想呢 对纽西兰 也是非常非常了解了 也是刚才 你也说到了 您对纽西兰的 爱和恨了 应该 应该是 是吧 那么最后呢 通过广播呢 您最想对您的家人 说的话是什么 您可以用您的 广东话来讲 您的家乡话来讲 其实用普通话 应该可以了 因为他们呀 应该听得明白 所以我就说 在这里 说就是说 谢谢我们 我家里头的人 对我这么多年的支持 还有 我在这里应该说 谢谢我太太 这么多年 帮我 各位 这里是华人之声的 他乡中国人 我们今天直播室的 他乡中国是来自 中国广东的沈杰培 沈杰培呢 因为是讲广东话 所以在普通话的表达上面 也受了一定的限制 其实他很多故事呢 今天呢 是因为时间的原因呢 也不一定都讲得出来了 那么最后呢 也非常感谢您 来到直播室 为我们介绍了 有关您的故事 非常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给我一个机会 也让听众朋友分享了 你在纽西兰的生活的经历了 非常谢谢您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谢谢